李老师你好,小萨哥好 我特别特别的羡慕您 觉得你特别的幸运 能够找到自己最初的梦想 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 很多人其实是非常昏昏恶恶的 我这里有个故事 就是我前一阵一个闺蜜 她被她男朋友甩了 然后她男朋友告诉她说 你不学术,你没有追求 你来我们学校不追求智识 就是不追求学识 然后她觉得这个理由很奇怪 她男朋友继续跟她说 你就像一个提偶一样 今天就被这个事情诱惑走了 明天就被这个事情提走了 我看不到你的追求在哪里 所以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然后她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这样的吗 那很多人反思会发现 现在年轻人其实不断地在追求 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找到 自己的梦在哪里 在追什么东西 他们根据我不知道 所以我想特别想问金老师 您当初是怎么样 发现自己的戏剧梦 的表演梦的 跟我爸妈妈告别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只知道 我可能去台北打工的时候 我要写小说 我要像杜斯托远夫斯基一样的 写出那样的小说 我可能会去卖牛肉面 在那边吃的时候 觉得哇 这个师傅好棒 我会在那里偷看到 我就会觉得 跟我演戏演的很好 感觉一样 我把你摆平了 你因为我出现 而觉得这个时刻很棒 活着是好事 我不认为我现在做了演员 或者做了编剧 就完成我童年的梦 因为我爱的不是表演这工作 表演工作还是一个表象 表演工作背后是什么 那个事情我哪怕腿不能走了 话不能说了 我还是最好的观众 你懂吗 我爱小说 可是有一天我不会写小说 我还是最好的读者 到七十岁到八十岁睡前 我抱着这些书看 你都会羡慕我的样子 哎呀 这老头真棒 他还在那么读那些东西 还在玩那些东西 是那个东西让我心最 让我觉得喜欢